最適合我在短期瘦的方式 就是碳循環 就是前三天斷碳水 然後到第四天又可以把碳水循環過來 很奇怪 我到第四天的時候 我已經吃不太下 我就吃了兩個玉米我就吃飽了 自己背變得很薄 我的尺碼從38掉到34 最近大家發現姊姊瘦了 你們真的好眼力 姊姊從韓國回來以後 就胖到了將近56公斤 我是個女明星 我在乘風破浪的時候 曾經瘦到大概96斤左右 但我現在回頭去看我乘風破浪的長相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點刻薄像的 人真的太瘦的話 就會顯得很乾扁 我就把自己的體重定在52公斤左右 身上也帶一點肉感 反而會顯得比較有活力 最適合我在短期瘦的方式 就是碳循環 就是前三天斷碳水 然後到第四天又可以把碳水循環過來 三餐的數量大概都是一個拳頭 或者是一個巴掌的大小 我用的第一天就是夜斷 三餐喝了大概500CC的豆漿 外加2000到3000CC的水 到第二天我就是用蛋斷 吃蛋白質 10個蛋白吧 早上起來吃了兩個 中午那餐吃了4個 晚上吃了4個 第三天就是蔬菜斷 反正只要吃一巴掌的蔬菜 吃什麼蔬菜都可以 我是吃西蘭花 因為西蘭花比較有飽足感 然後第四天就是澱粉 也就是碳水 我是吃了三根玉米 這很奇怪 我到第四天的時候 我已經吃不太下 我就吃了兩個玉米 我就吃飽了 它最棒的就是 只要你吃的東西 不含過量的調味料 跟過量的糖分的話 這四天的碳循環是可以自己調整的 你不會為了食物太重複 然後感到很膩 比如說蛋白質 我那天就只吃蝦子蝦子蝦 澱粉段的那一天 鋪涼是最好的 拳頭的藜麥 一拳頭的鷹嘴豆 地瓜玉米 大家記得量只有這麼多 不能到這 這樣子碳水循環四天四天四天 到第七天的時候 我能明顯感覺到自己背變得很薄 我的尺碼從38掉到34 營養補充品我全部都有補充 白天起來我還是會喝化素汁 然後喝加速循環代謝的 這整套我都有喝 複合維生素 減肥的時候我一定要吃Q10 為了預防脫髮 我把烏絲素 掉頭髮的那些洗護產品 我當時就用得非常勤快 因為我知道快速的瘦下來的時候 一定會掉髮 所以在營養補充的保險品上 跟洗護產品還有保養品上 其實我都有做加強版 這是全針髮 沒有用過 如果胃不好的人 不要輕易嘗試 畢竟我們還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很快速的去呈現良好的狀態 但是我真的覺得白右瘦 也不是唯一的標準 健康是最重要的 愛你們喔 水靑 是不 Messiah 至少 缺 瀕 禁錶